11月21号早上我拿着太阳眼镜来毛元昌文尔西路店 请那个员工帮我紧一下螺丝 然后他就交接我们之间交接了那个眼镜 整个过程他也没有发表说那个眼镜发现有气泡问题 然后就放到那个超声波清洁机里面清洗 拿出来就产生了很多气泡 马女士介绍他这副迪奥太阳镜是在两年前买的 当时花了四千多块钱 在阳光下一看眼镜镜片上的镀膜有不少小气泡 马女士用手指去擦气泡弄不平 他说是我拿去就这样的那我说我拿去是好的 然后店长出来他说就叫我去鉴定 那我也通过了有关部门询问了 他说那个膜是没办法鉴定的 眼镜也不是我们这里买的过来保养 一个保养了之后呢我们先给他螺丝紧来紧 紧了紧呢我们就随手放这个超声波清洗机里面清洗了一下 清洗了之后拿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镜片表面有脱膜 一点一点的 然后呢客人说是我们用超声波清洗机把它洗坏掉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确实是超声波打字 目前来讲我们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就超声波清洗机洗坏掉的现象 但是据客人来讲啊 就是他这个眼睛很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了 那也有可能在使用时间久了之后呢 可能会产生通膜现象 因为我之前拿来是好的完全没有气泡 然后跟店员交接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有气泡 在整个维修的过程中 他也没有指出有气泡 马女士的家人在这家店里配过眼镜 算是老顾客了 海店长介绍 不管是不是老顾客 也不管眼镜是不是他们这里买的 顾客上门来做一些小保养 包括紧螺丝 换螺丝 或者清洗眼镜 都是免费的 女店员介绍 当时拿到马女士的眼镜 并没有特地去留意镜片上面有没有气泡 紧门螺丝之后 就放进超声波清洗机进行清洗 这也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操作 记得注意到 马女士这副眼镜 阳光下看 镜片上的气泡比较明显 但在店里的灯光下看 不是特别明显 当时你拿的是有阳光的时候 当时那个天也是 早上 对 早上 我这一视觉的时候 这样一看的话 不是很明显 对 如果是上面有油渍 或者是脏的时候 看可能不是特别明显 洗完之后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明明是是眼本就洗完最后更明显一点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不清楚 这个事情是之前有还是洗完之后有 毛元昌的海店长介绍 所有的镜片上都有一层镀膜 这种情况业内叫做点状脱膜 眼镜使用时间太久 镜片的镀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马女士这副眼镜 镜片上的气泡 是清洗之前就有的 还是清洗之后才出现的 现在没法鉴定 这个镜片因为是 它这个地方也有划痕 就是因为镜腿是打到这个地方 它是有划痕 然后再加上这个 有这个小气泡 我之前也跟它联系 我跟它建议 我说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用了 建议它也是换个镜片 换镜片的费用 到时候跟它优惠一下 我的诉求就是说 他们员工架的里面 我们再各自承担一半 给你优惠的价格的基础上 再承担一半 对对 打折再打折 对它是这个意思 然后因为我说 我之前是有一点点那个小痕事 没有影响到那个整个眼镜 店里愿意按照原价的五折 给马女士更换镜片 但马女士要求的是 在员工架的基础上再打五折 眼镜店的女员工和海店长 都觉得有点委屈 免费帮马女士的太阳镜做保养 反倒还唠了一堆不适 马女士也觉得委屈 好好的一副名牌太阳镜 清洗过后就没法戴了 她认为对方既然是专业的 就不应该用超声波 来清洗自己的太阳镜 马女士当场在网上搜了搜 发现有网友评论称 有颜色的太阳镜 本来就不能超声波洗的 有的网友称 有膜的镜片 比如偏光镜 是不可以超声波清洁的 还有网友称 炫彩膜的太阳镜镜片 不好使用超声波清洗 毛元昌的海店长介绍 这些表述并不完全准确 首先所有眼镜镜片 都是有镀膜的 可以看得到我们所有的眼镜 包括新的眼镜 店里面的眼镜 所有的都是用超声波来清 像他这样子 说镀膜脱落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你觉得 你把我们那店的眼镜 太阳镜拿过来 因为我们这种多太阳镜 你可以放在这里洗 有这样的现象 我就全额赔 海店长让马女士在店里 随便挑一副眼镜测试 最贵的太阳镜在二楼 马女士到二楼 挑了两副有颜色的 骨池太阳镜 海店长当场 放进超声波清洗机里 洗了一会儿 再拿出来一看 两副骨池太阳镜的镜片上 都没有出现气泡 这个我当下 因为这个牌子我是认可的 就是它洗了 是没有发现任何气泡 可是呢 因为我跟它的牌子是不一样 我也不清楚 你这是今天的材质杯 对对对 因为材质不一样 是这样子 据店长那个说 这个镜片是德国的菜丝 对吧 菜丝的那个镜片 它上面有这个标识 是菜丝的 海店长介绍 菜丝镜片他们店里也有 不过是没有颜色的 这是菜丝镜片 现在上面有指纹也是脏的 但是上面没颜色 它会不会不认为 也会有镀膜 这上面都有镀膜 因为黑色的跟这个 也许是有根本 那你的意思就是 一定要让我找一副 菜丝的太阳镜片 没有 我现在我的诉求已经出来了 然后至于你做任何实验 我觉得都不关任何重要的 那个给我们的判断 就是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做任何实验 如何证明 你还是坚持你的那个书情 对 海店长介绍 跟马女士这副眼镜 同款的镜片 目前店里没有 但她可以到别的门店去调货 不过德国菜丝的镜片 价格要贵一点 记者提了个建议 就是你也不一定要什么菜丝镜片 他们店里有的这个镜片 新的给你换一副 然后给你打个折 这样也可以吧 可以 五折 就是内部价的五折 对吧 不是 他说真的五折 我是帮你申请的 我是希望 内部价的五折 对 不是原价的五折 对 你还是要折上折 我的诉求是希望这样 因为 我也是他们家的老顾客了 然后 我也没有诚心要讹他们的 只是希望 只是希望折可高一点 我内心能够平衡一点 马女士一再强调 她要的是内部价的五折 而不是原价的五折 原价 那个眼镜里 大家都知道 这个 海店长表示 她会向上级申请 争取让马女士满意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